共同的路線下 就愛給你 UFO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準時收聽收看我們的桃色新聞 今天在現場有我們的史丹麗跟愛莉 新鮑菇蘑菇 蘑菇 跟我愛菇 好 史丹麗最近看了很多的美劇 對啊 因為有人去京都我就很無聊啊 只能一直在家裡看電視啊 你不是有畢爾 對 有畢爾 畢小姐跟雞小姐陪你 畢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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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爾啊 這樣聽起來有點奇怪 現在都要很小心 對 很小心 喔 小心小心 好 然後呢 所以就看了很多劇 對啊 所以現在要看 因為你知道就是Netflix 類似Netflix或是Netflix應該大家是最多的 我的片單裡面永遠都會有 你不知道多少錢以前存的 自己存的對不對 對 你應該大家都試吧 就是 我 就看到覺得不錯 我會看 先加著我的片單 我不會 我沒有用到這個功能 你不知道這個功能 我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你就看到有一個加加著我的片單 然後就是加了之後 然後你可能就忘了 或是你也不會 就是我的片單根本沒有點開 跟體重一樣永遠都會上升不會減少 可是你這個跟我逛街很像 就是我看到就立刻買 因為如果沒有立刻買就會後悔 叫同事不買 沒有 我們這個比較像網路購物 先丟到購物車 最後都沒有買 如果我看到我很想看的片 我就會先點了 我就先看的時候給你半季 一集撐得過好 然後我就直接看了 你不會忘記回去 假設他是安檔劇 對啊 會不會忘記再回去追他 如果他是安檔劇的話的 什麼意思 就他可能一個禮拜一集這樣 我沒有那個 就是我覺得OK 因為我是同時會看很多部片 但你會記得再回去看 會 因為他都會寫啊 就是某某請繼續收看什麼 會有繼續收看這個選項 繼續收看這個選項 因為我會 我覺得他跟閱讀很像 你的類別一定要不一樣 有時候恐怖或是紀錄片 看一看 然後很想睡著 然後就看一下什麼歷史劇 什麼什麼就把它 歷史劇 就是口味稍微換一下 那所以你美劇到底看了什麼 沒有 我就那天就無聊 打開我的片單 然後看了一部兩年前的美劇 Oh my God 叫致命點擊 致命點擊 聽起來又是跟網路有關 呃有一點點 但是又沒那麼大的關係 致命點擊 大家有看過 小明星大跟班嗎 有 小跟班 大明星小跟班 哪有很多時候有 吳宗憲跟Sandy的節目嗎 哈哈哈哈 對大明星小跟班 他那時候好幾季對不對 那個主角演的 那個男的還蠻帥的 那個男生演的 對 然後他是演一個爸爸 等一下 我一輸入致命 不可能任務致命清算 致命彎道 致命24小時 致命傷 就是致命偏從 就是沒有致命點擊 因為太久以前了 被洗掉了 好 然後呢 大明星小跟班那個主角演 他演一個爸爸 哦 對 他演一個爸爸 等一下 我們都沒有沒有講 我突然想到他演過什麼 啊 Prada的惡魔 Prada的惡魔 對 對 他演一個 是雷姬嗎 男朋友 對 對 然後他應該在這年紀 已經演一個爸爸了 So sad 然後就是有一天呢 他就在那個男主角的媽媽生日 然後跟妹妹大吵了一下 然後妹妹就出去了 出去之後就被送了出去 然後想要找人喝酒 然後就在那個 怎麼沒找你 因為我跟他不熟 然後就在那個約會軟體 就隨便約了一個人出來 哦 所以就要點起 沒有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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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結果 因為他是一面在上廁所一面約 然後約了 然後約完 然後男生說 那我們 那你等一下來跟我聯絡 女生說我現在在廁所 那我等一下出去 再去找你 類似怎樣 結果他一起來的時候 手機就掉到馬桶裡面 哎唷 對 然後他就完全沒有手機了 嗯 然後之後呢 第二天 第二天起來 他就先去上班 然後他去醫院 他是護士 然後他就照顧一個 男護士 女護士 男豬腳的妹妹 男豬腳的妹妹 對 那妹妹他是一個護士 嗯 然後呢 護士 就幫 再幫一個 每天 就是常常來那個 來給他打針的高中生啊 嗯 然後就給他 常常 他是一個 例如說電腦 電腦高手 嗯 然後打一邊打針 一邊打針 一邊給他 欸 欸 護士你看 那個 這個影片是某一個網紅傳的 然後 萬一網紅 那個在直播有播出 他覺得好像 應該是騙人了吧 嗯 結果 那個打開一看 那個妹妹看到他的格格在影片裡面 蛤 然後被綁住 然後就有點像是那種 被綁架就對了 被綁架 然後就就寫 那個紙牌說 我我虐待女人 嗯 然後 嗯 如果那個到五百萬點擊 我就會死 哦 對 對 然後 妹妹 大家一開始 大家覺得是開玩笑 你在整人還是什麼 那妹妹點擊了嗎 沒有啊 高中生打開就是點擊啊 打開給他看就是點擊啊 因為他沒有手機嘛 他手機壞掉了 他沒有手機嘛 他就很緊張 他就是 只能衝去哥哥的 哥哥是一個 大學的物理治療師 大學運動球隊的物理治療師 啊 女子排球隊的物理治療師 對防護員 就是可能對 就是 欸 防護員 對對對 防護員 球員的防護員 然後就衝到那個大學去 然後就問 就遇到那個球隊的教練 也是哥哥好朋友 說你有看到我哥哥嗎 他說本來今天他要來開會的 沒有來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電話也都打不通 因為搶他的電話過來打 也都打不通 然後後來又衝去找他的大嫂 他大嫂是一個高中教師 高中老師 然後也都找不到哥哥 然後就給他們看那個影片 然後直接大家 才相信是真的 大家就相信這是真的 然後還去那個檢察局 那個報案 因為檢察局報案 結果那個警察看到 那個警察殺了 結果昨天那個 交友網體那一個 跟他約的那一個 就是警察 對就是警察 還偷偷安插了一個 粉紅泡泡的 兩個人看到 突然愣了一下 對就是那個交友網體 那一個 但後來沒有沒有上到床 對 因為沒有上到床 所以這過程一方面又要辦案救大哥 一方面又還要考慮說要現在上床嗎 沒有什麼可能 哥哥都已經 搞著曖昧什麼的 然後在警察當然就不相信 以為他是惡作劇啊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來就突然就上了第二個影片了 然後就他哥哥也是一樣 就是臉上都是寫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舉一個牌子之後 然後就說我殺了一個女人 我殺了一個女人 但是很明顯那個字跡 那個妹妹又說那個字 那個一開始那個字體是哥哥的字體 但第二個 就不是 字跡就不是哥哥的字跡 然後就警察開始隨便找 就是哥哥在哪裡啊或什麼 其實一共八集 然後我覺得 居然有八集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每一集都是用不同的角色的視角來演 第一集是妹妹的視角 所以我才一直講妹妹 第一集是用妹妹的視角來演 然後第二集就換成警察的視角 然後警察就是在辦案的 或是在辦案的視角 但是並不是在重複一樣的事情 他並不是說就是用警察自好 在演妹妹的視角的東西 在演一次 他是延續下去的 是延續下去的 就是從這一段 哥哥被綁架這一段是妹妹的視角 然後接下來警察的視角是在辦案 接下來的辦案 然後第三個可能是大嫂的視角 就是哥哥的老婆的視角 因為哥哥一開始的人設 就是好爸爸 好爸爸 很愛小孩的好爸爸 對好男人 所以我現在不想自己被暴雷 我就看到網路上有些文章說 致命點擊的評價 就是說你真的了解身邊最親密的人嗎 今天這個史丹利在介紹致命點擊 因為我本來以為 我現在聽起來我會覺得 就是說像那種網路劇 就是什麼什麼直播殺人 殺人直播 就是說你只要點閱率超過什麼 我就殺了他哪裡什麼什麼 就是很暴力 然後再來就說 他要探討就是人性 就是你們這些圍觀的人都是兇手 然後其實人性都是非常恐怖 然後有陰暗面 想要別人死想要看熱鬧這樣子 那後來你再講到這個反轉再反轉這件事情 我想到我第一次被震撼到其實是西班牙劇 你說控制還是什麼 對對對就是西班牙電影 電影就是控制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西班牙人怎麼這麼會反轉再反轉 說他們很會吵架罵都罵一串 然後你想氣怎麼這麼吵 然後除此之外你就會覺得說 原來他們的編劇會這樣反轉再反轉 可是因為你剛剛講到這個致命點擊 所以你看完了嗎 看完了也是真的反轉 因為你一開始我一開始以為就是像你講的在探討什麼網路的什麼什麼 五百萬次點擊的話就會死掉了 結果第一集就已經點完了 第一集就已經五百萬了 所以大哥就死了啊 不能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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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集就點完 那我可以說第一集他們有找到 你突然Key變高怎麼回事 激動 好怕爆雷 第一集他們有找到哥哥拍影片的地方 找到了 哥哥被拍影片的地方 那這節奏很快 但裡面沒有人 第一集就找到了 那這節奏很快 警察很厲害 然後其實我覺得一開始我以為在探討那個什麼 就是網路什麼 人性什麼 沒有RG一起就找到了 然後接下來的疑點就是那哥哥在哪裡 因為他找到那個拍攝的地方 人去樓空 對 哥哥在哪裡 然後誰做的 然後後來又撥開了一層之後 你又會在想說這個哥哥到底有沒有殺人 这个哥哥到底是不是坏人 到底是不是像他讲的 还有虐待人 因为中间又突然跑出一个哥哥的情妇 但明明他是一个好男人 然后对太太跟小孩都很好 果然男人就是不能相信 但是你到后来又会发现 这个情妇好像也有问题 可能是假的 但假的为什么还要那个 你真的会一直翻转 你就会一直想要了解他 一开始你会想说 为什么哥哥会被抓 他明明就是一个好爸爸 好老公的形象的人 怎么突然被抓 他会虐待女人吗 然后到后来就觉得 这个哥哥怎么好像很坏的样子 那到底是谁 所以是不能轻松看的剧 很紧绷会一直动脑 毕竟可能我比较聪明 所以没有打开 什么鬼 突然蹦出这句话 等一下那其实里面有没有性爱场面 因为我想要带我女儿看 小朋友可以一起看 一点点 不是但是没有露点 没有露点 就是只是在床上亲亲这样 没穿衣服亲亲 但没有露点 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会被害到 我就说来来一起看 然后看到我老公就说你在干什么 然后我老公立刻暗 你为什么会让小孩 然后就出去就赶快去遛狗这样 他觉得不能让小孩看到一点点 我说他不是已经有一个十六十七岁了 要交了吧 要跟他就是 爸爸可能就是希望他 爸爸不想面对 去学校学就好了 去学校学 不是还是自己摸索更危险吧 好OK这部片 你还有什么要讲吗 有关这部片 有关这部片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真的这 你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 然后真的会 就是近期我看到反转反转这种片 最精彩的吗 算是很精彩的 那他看完会不会真的像他 就是网路上的文章探讨 就是你开始 怀疑所有人 对不太信任你身边 你觉得他有那个人设的人 会啊 因为中间有一段有一段就是哥哥 就是已经就是有点 因为前妇也跑出来了 然后就大家觉得 他可能是个大烂人了 连老婆都不想要相信他 因为老婆觉得就忘了这些事 事实摆在眼前 你只要忘了这些事 你才可以更快走出来 他在想就是就已经有点默认 重新过 对默认了 他的默认哥哥就是 老公就是这样的人 但只有妹妹一直相信 坚决 一直坚决相信哥哥不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是还去找 杀去找情妇啊什么 对职啊什么 就是始终还是有人相信着 哥哥是 不是他那么坏的人 但最后哥哥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就要让大家自己看下去了 对 然后凶手 凶手还蛮 有点意外 出乎意料 有点出乎意料 然后呢 等一下出乎意料不能是那种导演 一直这样攀过来 攀过去 然后就是不拍他有什么 没有什么细分在他身上的那种 应该是说 这个戏到后来凶手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好 这个戏到 因为凶手大概到第五集还是第六集 因为八集嘛 第五集就会知道凶手是谁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开始厘清 哥哥到底是不是这么烂的人 对开始在厘清哥哥是不是这样 最后又来一个画面就是 其实老婆也有秘密之类的那种 老婆的秘密其实大概第三集就出现了 真的喔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其实要告诉我们就是 人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子 对对对 因为还有老婆的秘密我都忘了 老婆的秘密第二三集都出现了 所以他节奏真的很快 妹妹有没有秘密 妹妹没有 妹妹是唯一里面就是 警察呢 警察 很关心妹妹跟警察的发展 警察上交友软体 偷完交友软体 警察上交友软体 然后后来因为他得罪的同僚还被发现 然后我就被公开 好坏喔就把交友软体那个 就是那种很帅的照片 那种什么很壮的照片 然后再印出来 然后拧在他的位置上 美国警察好坏喔 你也太容易被改变了吧 但是警察不能上交友软体吗 可以啦 只是被发现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吧 只要不是工作的时间 但是如果 那我讲如果他那天晚上跟妹妹 真的搞在一起的话 他就不能办 他就不能办这个案子 就是不能办这个案子 还好妹妹手机掉马桶 然后 对还好妹妹手机掉马桶 因为全文都好以为就这个警察最认真在办案 那一集多长 40分钟吗 大概50分钟 是50分钟 50分钟吧 好 这个反正 我跟你讲 现在那么热 我们也没什么事能干 真的 对不对 我连出去浇花都觉得我快被灼伤了 真的是灼伤 然后还有人问我说 你都没有帮花浇水 我什么 我现在增加了 但中午不应该浇啦 但是我就是增加 早中晚这样浇 然后那个辣椒就变成干这样 在树上浇 那个浇花频率要缩短 好可怜喔 还是所有的花都移到屋檐下了 没有没有 对啊 因为GG也是最近一直在种花嘛 是每天都在教她的花 每天都在关心她的花 对啊 就跟她讲话的事实比我还多了 有电话也会讲话 跟花对话可能是输 好 那这这部我觉得我有兴趣 对真的可以看回来 蛮推荐的啦 Netflix上面 虽然是两年前 那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西南丽 时间比较懂 我推荐一个新的就是 夏流争议 第二季嘛 第二季上了 怎么那么熟 我之前有介绍过第一季 第一季 对 夏流争议 就很久以前 好好看喔 马修麦康纳 对 演的一个电影 对 然后拍了影集 那变了影集版 但不是马修麦康纳演的啦 对 那这个 但那个也蛮帅的 我觉得还ok啦 但我比较喜欢她的助理 就是 什么 她的助理真的很可爱 对 夏流争议 是第二季上 第二季 2011的电影 但是他 对 美国法律惊悚 对不对 林肯律 林肯律师 其实那个小说改编的 我讲的是影集的 今天史丹利在推荐 夏流正义的电视影集 第一季有几集啊 第一季 好像也是八集还是十集 蛮短的 但很好看 八集很好看 第一季就很好看 很好看对 好 那第二季有几集 目前有五集 但是接下来就是 他说我就看到一半 怎么五集就没了 后来看 接下来的集数会在八月三号上 为什么现在都要就要 分成这样 对啊 来不及剪啦 来不及翻译 来不及后制是不是 来不及翻译 对也有可能 翻译的人很辛苦 好吧 他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跟电影这个故事 没有就是同样的角色设定 因为同样都是小说改编的 对 同样角色设定 但是并没有 跟电影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一样的一样的设定 一样的主角 就是讲一个律师 然后就因为他 大家因为他会 当初会翻成夏流正义 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游走在边缘的法律 边缘的律师 他就是用各种就是不会犯法 但是也不是多好的 不是合法的手段 不会犯法 但也不是多有良心的手段 就讲出来 其他律师会觉得蒙羞的那种手段 的手段 然后来让自己 所以就说他夏流 对 就是中文才翻译他是夏流 对 但是但是他的个性又是善良的 他只是想要胜诉 或是帮人家打赢官司 对 的一个律师 对 例如说 例如说就是 最最最简单的好了 就是一个 一个他一个当事人 然后有一个可能有一个 重要证人 然后重要证人 然后重要证人要 要 请他出庭 然后他不要 不然他不出庭 他就完了 然后那个重要证人就说 不然那个我这边有十张法单 我想你可以透过关系 就把我 注销 就把我注销 就把我注销 快点冲去警察局 然后警察就说 因为警察就故意要弄他 然后他已经要被转去什么看守所了 对啊 然后那个律师就说 可是那个地方 我要开两个小时的车 对 对啊 然后他说那没办法 然后律师就没办法 然后转身走 然后警察说 除非 然后说 然后律师就知道 要干嘛 要转回来 警察就说 又帮他守什么事 除非那个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有一个 我的弟弟啊 他公司的税啊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 他的税怎样怎样 知道有人可以帮他解决的话 所以表示他其实 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 虽然是一个 就是比较知道变通 然后知道人情事故 就是说 法律是硬的 然后不可改变的 可是他一直用这种人情事故 就像我们以前 一开始看线人 想说什么是线人啊 后给你情报什么 哦 那你要跟他一起吃面什么什么 想说这什么 哦 就是原来 其实你真的要完成一个案子 对 不可能是用那么 就是白色的方法 对 对 我很推荐这一部 因为你也看过第一 有第一季 对 因为那个法律的工坊 然后他自己在 那个寻找案件线索的过程 其实我都觉得是很精彩的 而且我很喜欢的是 他在第一季里面 他就有企图去教那个 帮他开车那个 小女生 就是一些法律的 专有的用词 因为教他 名词 教他等于教观众 对 等于在教我们 其实就在教我们 对 然后他只用比较简单的对话方式 嗯 再告诉我们一些观念这样 我们现在在告股东啊 就觉得说 有时候检察官呢 他的一些认知也是 不能说随喜啦 嗯 但是我们看了也是 有时候我们的律师也会 觉得有点傻眼 就是其实法律好像有很多解释空间 是是是 对啊 所以就觉得说 蛤 这不是摆在眼前很明显吗 嗯 那他们可能就觉得没有啊 我觉得可以这样解释 可以那样解释 所以为什么旷日费时 你知道 就是都是这样啊 小案子都旷日费时 那为什么很多人说 懂得玩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就他会赚那个 那我突然想到也是 教老律师里面一个例子 他在办一个很大的案子 就他检察官是他前妻的好朋友 他前妻也是检察官 他前妻的好朋友 然后有一次呢 他就 就因为他就带他女儿出去玩 然后那个女儿跟他说 那某一天什么 Andrea阿姨啊 来家里 然后妈妈就在聊你们 就在聊你们 你们现在的案件啊 嗯 其实女儿也是不经历的 因为爸爸说他最近很忙 说是在讲那个谁也知道的案件 爸爸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上次那个Andrea阿姨 有来我们家 有讲到 他就咬住这一点 他就就跟法官说 就跟法官说 这样是违法的 要让那个检察官 对 要让检察 要让测换 要让测换 因为他们都已经变成就是 都是当事 这点都是提醒了我 嗯 那是什么的 哈哈哈哈 去看一下检察官 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对对对 检察官这样是跟当事人的 有关系的 这样也不行的啊 嗯 真的不行 好 这个今天推荐这两部 我觉得都应该蛮好看 我们回家赶快去看 一个是有八集的 致命点击 致命点击 一个是有五集的 下流阵益 下流阵益是第二季五集 第一集五集 第一集有八集吧 八到十集吧 从头开始看 要谢谢史丹利的推荐 谢谢蘑菇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拜拜 就爱点你 UFO